明天 面對這樣的漢像 那麼雖然預估我們目前水庫供應民生產業用水 大概還有兩到三個月的存量 但是我們還是要持續不斷的節水 我們除了召開過兩次的抗旱會議 可能之後還會召開第三次抗旱節水會議 我們也利用適當的機會 像今天龍舟的開光點睛祈福儀式 我們也一同祈求希望上昌趕快天降甘霖 解決漢像